最近也经常听到越来越多人说炭中和 例如全球国国,例如中国这样就定立2060年 希望做到一个完全的炭中和 我们香港其实都定了2050年 欧盟、美国那些全部都有目标的时候 大家觉得在这个投资主题上 似乎我们可以赶一下这辆车 其实你也说了 现在全球有很多国家都做了炭中和的承诺 有些不是法律 其实现在有法律效力的承诺 其实只是覆盖到我们需要做的减排 总体减排情况的12% 那真的很少 其实有两看 第一就是最新的IPC 就是联合国有个委员会 是专门看气候变化的 这个委员会最新的报告也指出 其实一来就是全部这些炭中和或者炭减排的政策要加码 是倍数地加码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开始去想一下风险管理 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那个1.5度 就是全球气候暖化1.5度 那个巴黎协议的目标 就是工业化前水平的1.5度 是的 如果那个目标我们是达不到的话 其实我们去到203年就会出现这些天灾人和的影响 不是任务 但是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繁率会是非常严重 会更多经济损失 是的 经济损失也会更多损失 所以这个可能我们是去到未来5-15年 已经开始会见到的风险 所以我们看譬如气候变化这个主题 我们已经是有两个大方向要做的 一个就是我们想投资在那些 我们叫做solutions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里面 可能就是清洁能源 电动车 这些我们都可能比较熟悉的 绿色的概念 但另一个方面也都开始要去看 去考虑一下 如果全球要开始投资在一些 我们叫做resilience 就是令到你的全球 应付这些极端气候事件的 引力可以高一些的话 如果我们要我们的投资组合 财产可以保护到的话 那又是另外一套的投资方案 可以说真的 譬如很多国家定有目标 那不是真的那么多有法律 但是公司现在都为了追赶国家的目标 其实已经在做一些转型 重组 希望加入ESG这些概念进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好像距离目标还很远 如果投资ESG的投资者 其实他们的眼光 是否应该放到很长远 你知道身边一定会有一些 是想着有些主题 其实是在做一些短炒 就是你的经验是否真的 是一个长渣的资产来的 其实呢 就是UBS来说 水银 其实我们是两样都有的 譬如我们旗舰的产品 我们就会有一个核心和核心 就是 遗星 就是比较阔的 就是我们的核心 就是一个长渣的投资组合 但是之后外围 我们就会有些可能 比较炒的成份 那些的idea 就是两种都有 是的 两种都有 所以 其实不是一样东西 都是短期的 譬如 我们刚刚看到 中国国内的限电停电 是啊 限电停电的情况 是啊 限电停电的情况 那其实已经是很明显 和很快地体验到这回事 就是因为 譬如现在 就是由今个星期开始 如果你是一间排放量很高 就是炭排放量很高的公司 其实不但你一向已经受到监管 不但你由7月开始 已经开始要做炭 就是有个炭交易市场的开门 我们已经被人夹了一笔 然后 现在 你连电价 你要交的电价 都变成了市场化 就是政府不再帮你手 会加价了 是的 所以这些可能是 这个季度的业绩 已经可以体现出 所以是一个很短期的市 已经开始体现出这些 所以不再可以觉得 可以做投资发展 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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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